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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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feel like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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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feel like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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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是陳寗,今天又是一支用舊品化妝的影片第二集 那這支用舊品化妝其實還是有摻雜一些新品 像是氣墊跟眼影都是新的 如果是我上一支影片就有分享過舊品的話 我這支影片應該會比較快速的跳過 然後這次的妝我覺得也是蠻簡單的 如果今天沒有什麼特別講話 可能2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那有新的觀眾我們一樣趕快接著看下去 跟大家放送一個大事故 好險我剛剛有拍一個特寫臉部妝效的那個畫面 不然我真的是整支影片拍完我都沒有發現 我沒有接到麥克風耶 只有上到第二部而已所以來得及跟大家重拍 不然我真的哭死 OK那我們一樣就先從妝前開始 剛好剛剛也沒有用到妝前 然後這支影片不只用舊品化妝 我還用到一些新品 但是新品其實佔的比例蠻少的 所以我一樣就是把它放在舊品化妝這個系列 因為我真的最新沒有買到什麼東西 就是可以讓它集結成一個主題 然後遮瑕一樣就是用show bass的 我就跳過這個步驟 因為上一支影片也是用這個東西 好然後底妝的話是用clio這個新的雨露氣墊 這是他們的最新款 這個氣墊其實我有超多心得想要說 對於它的整體評價是好事的話 我可能還要再測試多次一點 因為我目前也只用它個三五次 所以還不太確定它的持妝度還是什麼樣 可是整體的使用感受 我這邊可以大概先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覺得它使用起來很像是 他們家以前的那種氣墊粉餅 比較不像他們前兩顆方和的那種氣墊 它一樣是這種海綿的蕊心 然後我會說它很像他們以前圓和的氣墊 是因為它拍在臉上會有一個 怎麼講存在感嗎 或是一個厚重感 可是你視覺上不會覺得它特別特別的面具 但就是會覺得好像使用起來的感受 不像是前兩款一樣這麼的輕盈這麼的薄透服貼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要乾肌再買 會比較適合 偏油肌跟油肌不用說 一般膚質我覺得你都要考慮一下 給你們看為什麼 我現在這邊你們可以看到 應該目前沒有什麼太明顯的光澤吧 那我剛剛有調整用量過 這蓋子有顏色 所以我不是直接上臉 你們有看到這一塊嗎 不知道在畫面你們看起來是怎麼樣 就是它瞬間變得超 這個我覺得不是水潤 它已經有點接近油光了 你們不覺得嗎 那還有就是這個氣墊是它們 這個方形系列裡面最香的 它一開蓋就有一個很明顯的花香味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你們看薄薄拍起來的妝效 就是非常非常的油亮 你們不覺得這個已經不是水光 還是那種奶油光了嗎 它已經是一個有一點油膩膩的光澤了 而且我的妝前也沒有特別的潤 或是特別的保濕喔 但它這邊就是這樣 然後光澤跟它們以前圓殼的氣墊粉餅 可能是有一點像的嗎 感覺是那種比較有厚度的粉體 會製造出來的那種油潤光 再來一點就是 它其實沒有很巴的注點 可能是因為它的這個粉體 它這個質地是比較有保濕成分 我不確定 但我看他們官方是主打說 這一顆很適合乾肌 因為也沒有什麼保濕精華還是什麼的 你這樣子沾 就是有一個手指印然後超級明顯 感覺沒有辦法吃到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這顆氣墊我覺得在台灣應該沒有辦法賣得很好 除非你真的臉很需要這些保濕精華啊 或是它這種油油潤潤的效果 因為我自己不是那種超級無敵乾的乾肌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今天超級乾乾到會脫皮 用這顆氣墊粉餅 會不會就沒有像我這種就是扒不住臉的問題 這個我沒辦法跟各位解答 但是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樣 就是冬天只會稍微偏乾 這個氣墊我覺得你買了你用了之後一定要定妝 但是如果你定妝的話我又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買這個氣墊粉餅的人 應該都是為了它這個非常誇張的這種 露水感的光澤 啊如果你定妝的話你那個光澤就不見了 那你為什麼要這顆氣墊粉餅 不然你們能想像就是你們在搭捷運 然後可能沒有定妝 然後有這個很漂亮的光澤 這樣子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倒戰煞車撞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那個人如果剛好穿白色衣服或是外套 你的臉不小心襯到 他的那件衣服就是有一塊你臉上的粉 而且兇手很明顯就是你 因為你臉上的那一塊粉消失了 超可怕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這顆氣墊整個打出來的妝效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有光澤 已經亮到不知道是油光還是水光了 遮瑕度的部分我覺得它一層就可以有中高的程度 然後可以堆疊到高 但是毛孔修飾的部分 就是那一種會顯毛孔的光澤型底妝 再來就是這一刻如果今天你是要出門的人 一定要定妝 我真的是不太知道到底有誰可以使用它 尤其是在台灣這種這麼潮濕這麼熱的地方 因為你們先不要說像雙眼皮這種 你這樣蒸一蒸就會有肌線的問題嘛 他眼下啊如果你今天細紋文路比較多的人 或是你可能講話比較容易有表情啊 會笑啊會幹嘛的人 真的是連續做這樣的動作不用20分鐘 馬上會肌線 然後像是鼻翼這種有皺著處的地方 如果你不定妝的話 它也是過一段時間馬上融妝肌線 你就會一條白白的東西在你的鼻子旁邊 你還要用手去把它推抹開 所以我覺得這顆氣墊其實有一點點 就是這顆氣墊可能真的只適合韓國那種比較乾人的國家 然後一樣用個遮瑕 遮瑕也是跟上次一樣 所以我這邊就是快速跳過 然後有一個地方我想說的是 可麗有這個氣墊啊 因為我還在測試中 所以我還不確定到底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他可能戴妝一段時間之後 他的那個精華那個光澤會被你的皮膚吸收 然後變得沒有這麼的油潤也說不定 這都是沒有辦法確定的事 可能還要再等我一陣子 然後遮瑕之後完一樣用個提亮 因為今天的妝我是想要畫那種比較美拉的 有秋冬感比較灰灰髒髒的那一種妝容 所以底的部分我覺得一定要乾淨 不然大家那個顏色就會看起來很像是你的妝是不是很髒 然後一樣就是先用一個腮紅膏打個底 這是要用BR的這顆05號色 是一個有點奶油蜜瓜杏頭的顏色 然後會打在顴骨上面 至於亮的部分就是先壓在顴骨的外側 再慢慢的往內拍 面妝的顏色不用太多 然後這樣粉膚上面的那個魚粉 壓在鼻樑的那個位置 再來就可以定妝了 定妝到MACO的這一顆 如果我建議是白肌的話 它還蠻適合當作一個霧面的提亮使用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遮蓋力的 所以你上來臉上之後會有一個提亮的效果 像是如果你們有比較深的底妝 就很適合搭配這種蜜粉一起使用 然後這樣這種粉狀的提亮 重複壓在你要提亮的地方 但是這一步就是修飾而已啦 不需要多 然後眉毛就想要用眉粉畫 然後用裡面這個最淺的灰棕色 直接打鼻影 鼻影的話 一樣先在那個眼窩的這個地方 先打一個C 然後因為美拉的這種 就是比較灰灰中中 土土紅紅咖咖的那種妝 我會想要把我的鼻頭這邊 打得比較明顯一點 往下拉 然後稍微往下暈染 然後下面一樣打一個V字 中間這個地方可以畫一條橫的 然後你剛剛臉那個C的下面這邊 你可以稍微畫一個斜線 連接到你的 這塊怎麼說 嘴唇下方也可以修一點外輪廓的部分 可以稍微跟你塞我們那個邊界過渡一下 再來眼影我是用CREA他們新的這個眼影盤的三號色 先用這一顆有點灰粉色 幫整個眼皮搭底 然後再來用這個色 上在眼尾跟眼頭 跟下眼皮的眼尾 然後握成的陰影也可以稍微帶一些 這樣這個有點芋頭的顏色 剛剛眼皮中間有留白嘛 就大範圍的去暈染在眼皮的中間 順便過渡前後那個深色的部分 然後握成的陰影也可以用同一個顏色 就是再過渡一下 一樣畫個內眼線 然後可以開一下內眼角 再用眼影剛剛那個玫瑰木這個顏色 稍微暈染一下這個內眼角的下眼線 最後再用這顆最淺的粉膚色 稍微修飾一下你的眼中 但是你剛剛臥蠶如果暈染有點髒髒的 你就是可以用這顆稍微帶一些 還有眼頭的部分 最後一樣拉外眼線 然後帶好雙人皮貼跟假睫毛之後 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整個妝都差不多了 只剩下唇釉這個部分 唇釉的話是用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久以前的網紅 那個時候真的大家都在找這個唇釉替色 結果時間一過之後網路上對它的評價 就是直接消失的無影無蹤 就是這種很濃郁的巧克力色 然後整個妝就完成了